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给选到第一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这么的主题是 它此刻对你的真实想法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 它此刻对你的真实想法是如何的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它此刻对你的真实想法如何 好了 主题牌卡来看 它觉得你是一个好有影响力的人哦 有时候你说话好大声 有一点吓到它 它觉得你好有福气 你总是就帮助它度过难关的 帮助它雨过天晴把彩虹带给它 当它很无助 很多烦恼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帮助它解惑 离苦得乐的人 很喜欢有你的陪伴哦 但它也觉得你是一个很爱独处的人哦 可能要跟你见面 需要预约还是什么 再看多一张 你进化了它 你帮助它的心绪变得清晰起来 给选到第一组的此刻对你真实的想法哦 首先你主题牌卡来看 觉得你是一个有一点强势的人哦 尤其是当你生气的时候 说话好大声吓到它 你好有影响力哦 你的一举一动都那么的能够影响它的心情 它觉得能够遇见你是一种福报 你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哦 它在你的光日子也变得比较好起来 尤其是当它无助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问题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帮助它从痛苦中走出来 帮助它解决问题的人 把彩虹带到它的世界 帮助它雨过天晴 虽然它觉得很喜欢你的陪伴 但要跟你见个面呢 有一点困难哦 你是一个很喜欢独处的人哦 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 你有一个清晰的头脑 也帮助它就是可以更清楚的 看到它的问题 它的面前的事情哦 你是一个好冷静思考的人 看塔罗怎么说 这一个人它此刻对你真实的想法 它认为你有好多它值得学习的地方 你好心感哦 它无法抗拒你的魅力 你是那么的吸引着它 你就是帮助它离苦得乐的人 帮助它 可以解除它心中的恐惧哦 带着它就是 你看 带着它就是离开 令它恐惧的事情 你好爱吃醋哦 它觉得你是一个占有欲比较强的人 很容易受伤 跟你之间其实是心灵相通的 是蛮契合的 觉得你可信可靠 是值得托付终生的一个对象哦 对你已经产生了信任 但你真的是一个比较爱独处 比较活性我素的一个感觉 你很能够给它安全感 它觉得你好善良哦 Esapa is a good person 给你选到地狱祖祂是这个对你真实的想法 你打罗拜卡特来看 他觉得你的道德观念好强哦 是一个好人 有许多 在你身上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 因为你换你的福也慢慢的会更好 imperial見到一个更快乐的一个世界 他跟你之间是很有心灵相通的 很多时候呢 他没有说出口的话 你好像都可以拆透他的心 他眼中的你好有魅力 好心感哦 他一直不断地想接近你 靠近你 但是由于你喜欢独处呢 所以他就逼自己 克制他自己不去找你 其实他想你想得快疯了 他尊重你需要自己空间的这个决定 他知道你是一个 比较喜欢自己 躲起来自己做思考的人 你是他想要一起过一辈子的人 你是可靠可信 可以值得多付终生的一个对象哦 当他很无助 很痛苦 很恐惧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对他不离不弃 帮助他离苦得乐的人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 在他最无靠的时候 是你不离不弃的 待在他的身边 所以他觉得你是可信 可以依靠的人哦 在你的身上他找到安全感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有时候你比较容易 表现出难过的那个样子 但他不知道你在难过伤心些什么 也许就是你太容易吃醋吧 占有欲会比较强哦 他觉得有时候很容易会令你误解的 他跟别的异性 说多两句话你就会觉得 他跟那个人有一腿还是什么 所以这个人他会很小心 需要很小心 意义的去照顾你那脆弱的心哦 看刺客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刺客 他有什么话想说 请你别一直把你的注意力放在 他有好多追求者 他们都不重要 你只需要知道他要的就只有你就行了 他觉得他对你的热情是好强的 他有尝试呢 就是放下他放不下这份感情哦 请你别让他离开你 他对你的情感太强了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告诉你 不知道你会给出怎么样的反应 他后悔他过去的一些错误 他希望你可以给他多一次机会 好想要更认识你 更深入地理解你 他有问上天 问天使 问祖先 他都想知道更多你的消息 他不想要一个人 请你别让他一个人 他要你的陪伴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点 让自己开心 而他只需要见到你的笑容 他就开心了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来看了 他说 请你别那么没安全感 别那么爱吃醋好吗 虽然他有很多的追求者 但那些都不重要的 你只需要知道他心中只想要跟你在一起 他只想要你就行了 对你的热情是那么的强 别让他离开你 他做不到哦 他对你的情谊是还在的 但经过了这么多 他不知道 你是否愿意原谅他呢 如果他想要把你挽留 想要向你示爱 你是否会接受呢 他已经知道错了 他后悔他过去的一些错误 他希望你再给他机会 去认识你多一点 他对你的事情很好奇 他都会问上天 天使 问祖先 都想打听你的消息 心里别让他一个人 他需要你 他要你的陪伴 他只需要见到你的笑容 他就会开心了 你就是那么影响着他 看这个神域牌卡 怎么说 你选到第一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的快乐的家园哦 你的家是美好的 是幸福的 他家都过得安稳 过得安全 没什么问题哦 别一直挤了幼天的去 想一些有的没得的 一切都OK 安心起来吧 在你表达自己的时候 可以通过更有趣的方式去表达 可以通过唱歌跳舞这样子的方式 弹奏音乐 去表达你自己哦 可以想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哦 再看 如果你有话想告诉对方 那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可以尝试写情书 唱情歌这样子哦 你想要得到怎么样的爱呢 那么你就给对方怎么样的爱哦 你想要怎么样被对待 那么你就要怎么样对人哦 看这个签文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面对这种情况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的 16号 之前有波云建热之意 当事者经过许多努力 经历 历经无数困难前阻 而今终将开花结果 平步晶云 从此海过天空 恭喜哦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什么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长命百岁哦 与对方长长久久的 感情变得更稳固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下赵文的主题是 他此刻对你的真实想法 抽身一百开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其实此刻对你的真实想法如何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给选到第二组 一起来看 他此刻对你的真实想法 是怎么样的 好了 以主题牌卡来 他觉得跟你相处 很和谐和睦 相听着美妙的音乐 很令他放松舒服 这个感情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 想达到的一个境界 对你的热情好强哦 他也觉得你也深爱着他 你们是互相非常深爱彼此的一对 你好坚强哦 给选到第二组 他此刻对你真实的想法 首先他觉得 你的到来 你的出现 是一个好像美妙的音乐 那样子在听着美妙的音乐 相处起来很和谐 和睦很令他放松 忘记压力 他对你的热情是盖不住了 而且他也感受到 你也是深爱着他的 你们是相爱的 这个感情的 这么高的一个境界呢 是非常难得 他非常珍惜 这个感情很稳固哦 而且他知道你是一个 好坚强的人 是一个可信可靠 可以托付终生的一个对象哦 所以这个人 他现在此刻呢 是非常喜欢你哦 看塔罗怎么说 他此刻对你真实的想法 他觉得这个感情 应该会永恒不变的 这样子下去 很开心 他知道最近的你 比较需要他 他觉得最近的你 经常会一直想要他 陪伴你哦 不知道你的心事是什么呢 虽然你嘴上不说 他知道你有心事哦 你总是说你没事 你没事 其实他知道 你好需要 他更多的能够陪伴你 跟你在一起好幸福 很温暂 很温暖 你是那么的 懂得给爱的人 你是那么的 慷慨的去 付出你的爱 你是很有爱心的人 跟你之间有很多 可以聊得来的话题哦 你好聪明 但他目前他觉得 你有一点悲观哦 你比较没有自信 你总是认为呢 你把你的心事说给他听 他就会嫌弃你烦 但其实不是的 你们之间有一些误解 你太低谷他心中 他对你的这份爱了 其实你是那么影响他 你在他的心中 已经是他的男神或女神的那种级别 想跟你过一辈子哦 他希望跟你可以有一个未来 给选到第二主义 塔罗拜卡来看 他此刻对你真实的想法 他很开心有你的陪伴 你就是一个 一直不断地想要取悦他 令他开心快乐的人哦 跟你相处起来 很令他放松 忘记烦恼 但你总是对他 就是报喜不报忧的 他知道你有心事 但你嘴上总是说你没事 最近的你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比较好像很常会想要他的陪伴 但他问你 什么事情你总是不说 跟你在一起就很少吵架的 你们就保持很和谐和睦的那种气氛哦 你很能够给他温暖 你是一个不吝啬你的爱 很有爱心的人 跟你在一起很有这种被爱的感觉哦 你好聪明 跟你之间有很多聊得来的话题 但你太缺乏自信了 你比较悲观地认为 他不够爱你 所以呢 你不太愿意太多的投入 你比较凡人 比较不喜欢 比较不好的一面 给他知道 他其实不是那样子的 你误解他了 你在低谷他 对你的这一份心哦 其实他是很愿意跟你一起共患难的 你在他的心中已经是男神或女神的那种级别了 尤其是你的笑容哦 他很喜欢看到你的快乐笑容 是那么的可以感染到他 他想要跟你一起过一辈子 他迫不及待的 就是与你以为一个新的生活 跟你一起生活 所以这个人他真实对你的想法 其实是比你想象的 他要更爱你哦 看资格怎么说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格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现在没有脸见你哦 不知道该怎么指示你的眼睛 请你别逼他哦 他会逃跑哦 他还是要着你的 当他压下去这一个渴望哦 没有让你感受到 他觉得全世界最懂他的人就只有你 只有你是最懂他了 他想要你回到他的身边 他知道他做的一些行为行动 是很不应该的 他也好自责内疚 请你可以忘记过去不愉快的事情 跟他重新再来吗 他想跟你重新再来 他觉得他好像认识你好久了 你们感情不应该就这样子断的 他想要跟你有更多机会可以说说话哦 给选到第二组 这个来看 他现在很内疚自责的 他不知道该怎么指示你的眼睛 所以他变得比较被动起来哦 不代表他不再爱你哦 他一直祈祷 希望着你能够回到他的身边 希望这个感情可以重新再来 请你原谅他 忘记他的过失可以吗 忘记他过去的错误可以吗 只有你是最懂他的人 他只想跟你在一起哦 跟你是一见如故的 就好像认识了好久的感觉 这个感情不应该就这样子断的 实在太可惜了 但请你别逼他 他需要一点空间哦 你越是逼他 你越强势的去逼他 他越躲起来哦 别看他表面上好像 不仅不要的那个样子 好像不是很紧张 不是很需要你的那个样子 其实都是他装出来的 他心里还是要着你 他只是有愧于你哦 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啊 他也是想要有机会 可以跟你有更多性贫习 而可以好好说说话的 很多的话还没有告诉你 他有想要向你解释的地方哦 看这个圣域牌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这张牌卡是勇敢的大胆的 他上来一步去尝试一些 新鲜的事情吧 或许你面前已经 打开了一扇门的 就勇敢的去尝试一下哦 也许这道门真的可以 把你的愿望实现哦 再看 只要你相信的话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看你愿不愿意去相信而已哦 再看 这张牌卡是说好人有好报吧 是吗 就当你就是保持一个纯洁 单纯赞良的心呢 你就会得到更好的福气哦 最后我们看这个签文 抽一张看一下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 抽一张给选到第二组 好了 七十 之间有事 事与愿违之意 奋献当事人 无一厢相情愿 在与人沟通时 切记 心之口快 口不择言 凡事 物先入为主 免得乐极生悲 不要自作聪明 否则 恐遭他人利用 白忙一场 就不要一厢情愿哦 在你表达的时候 也要看一下 情况是怎么样哦 不要乐极生悲哦 自作聪明 白忙一场 所以这张就是 奉献当事人哦 就可以多一点的 就是沟通是双方的嘛 不是一方 不是你要说什么 就逼对方听的 也要看情况 对方是否 做好准备去听呢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 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你有什么祝福语呢 祝你对方将来 会有很多 有趣好玩快乐的事情 可以发生 保持喜乐的心 过每一天哦 请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哈喽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这么的主题是 他此刻对你的真实想法 抽成一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就是此刻对你的真实想法 是怎么样呢 抽一张主题排卡 给选到第三组的你一起来看 他此刻对你的真实想法 是怎么样的 哈喽 以主题排卡来看 这个人他觉得你 好像大海那样子哦 喜怒无常 一时好一时不好 就不知道 你几时会发疯这样子哦 再看 你很有自己的观点哦 你看事情 是很有自己的看法 你好客观哦 你不是一个很主观的人哦 所以 大致上也蛮好相处的 好阳光哦 你好有感染力 尤其是你的笑容 能够带动他的情绪 也变得好起来 有时他觉得你太被动了 他不知道你想怎么样哦 你不是那种很冲直撞的人哦 很有和谐的那种感觉 跟你相处 还蛮舒服 愉悦 开心的 给选到第三组 他值个对你真实的想法哦 首先 主题排卡来看 他觉得你好像大海哦 他不知道 你下一步会做些什么 你有很多 令他无法预测的举动哦 他觉得你好客观 你看事情 你会看很多方面的角度的 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 还蛮正能量吧 就是比较不偏激的人 很有活力哦 尤其是你的笑声 你的欢笑声 很有感染力 很能够影响 他的心情也变得好起来 你蛮热情的 但要采取行动呢 你可能会比较少行动 或是有一点被动的那种感觉 但也因为这样子呢 他觉得你不是一个冲动 不是很冲直撞的人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哦 看塔罗怎么说 他此刻对你真实的想法 他认为你好清楚 自己要的是什么哦 所以也改变不了的 一旦你认定了的目标呢 所以也无法改变 你是一个好真诚待人的人哦 对人都是拿心交出来的 把心交出来 很真诚的心 你容易胡思乱想哦 他不知道你在反什么 会容易失眠 精神紧张 他心目中的 你真的是一个 好有坚持的人哦 一旦认定了的目标 就算多大的痛苦 你也会坚持下去 要做决定选择 你会比较优柔寡断哦 想得太多哦 对你好有坚持的人的反应 觉得你好性感哦 他一直想接近你 靠近你 对你是好热情的 你比较清醒的头脑 你也许太清醒了吧 所以导致你就是会 引来不必要的烦恼 他也觉得你好有活力哦 他经常想要靠近你 接近你哦 跟你在一起 有很多新鲜 有趣的事情 发生 然后这个人他就对应这个 这个牌卡 他觉得你比较 被动 就遇到问题 需要喜欢躲起来 你选到第三组 所以达罗拜卡 来看他 看他此刻 对你真实的想法 他觉得你比较固执哦 一旦你认定了的目标呢 你怎么样也要达到 无论多艰难痛苦 你都会坚持下去的 也许你就是有一个 太清醒的头脑吧 你看事情 就会看得比较周全周密 比较多方面的去看 所以你会比别人 引来更多的烦恼 他觉得你没有必要 让自己一直抓牛角尖 这样子的去 自己一直想太多的那种样子 他觉得你好善良 你对人都是拿心交出来的 是一个可信的 一个很好的伙伴哦 你也是有心感 他一直不断地想要接近你 靠近你哦 对你是好有热情的 而且你是一个很懂得取悦 他把新鲜好玩的事情带给他 跟你在一起 插出很多火花 就是他觉得人生本来很无趣的 跟你在一起就变得特别 多知多才起来哦 所以经常都会想要去见你 但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就是拿不定主意的 你就是一副 宁可敬也不肯动哦 就可以脱了就可以脱 可以脱就脱下去的那种态度 比较喜欢逃避 责任逃避面对问题哦 看赤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赤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请你对他常开心访吧 他觉得你对他还是有防备心 他迫不及待想再次的把你拥抱在怀里哦 好怀念跟你抱在一起的温暖的感觉 他有在他的朋友面前说起你 他知道过去对你不够好 他现在为此感到难过 对不起他不够强大 他不够坚强 他怕你不会接受这样子的他 对你的热情好强哦 他已经不想再隐瞒你了 他想要大方告诉你 他是热情的心对着你的 他是爱着你的 好想要再次的见你哦 好想你 就算没有见面 他的心已经在你那里了 他的心已经跟你连在一起了 所以到第三主义赤卡来看 他觉得你对他还是有防备心哦 请你就是对他常开心访吧 他不会伤害你的 他是真心对你的 他知道过去他可能对你不够好 但他知错了 他接下来一定不会再重犯一样的错误 就请你别对他那么的防备了 很想要见你 好想你哦 不知道几时能够见面呢 如果可以再见你的话 他想要像过去那样子把你尽情的抱着 感受一下那个温暖的感觉 他有对他的朋友不断的提起你哦 因为他根本就忘不了你 对不起他不够强 但他不够坚强哦 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显出一个比较柔弱的样子 不知道你是否会接受这样子的他呢 对你的热情还是那么的强 已经多到无法再瞒下去了 好想要大方告诉你 他就是喜欢你 他就是离不开你 他就是需要你 就算你们没有见面 他的心已经飞到你那里了 你们的心是分不开的 看这个神域培卡怎么说 你选到第三组 灭地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这张就是 请你保持清醒哦 别一直活在幻想幻觉中了 弄清楚真相哦 是时候醒一醒哦 你做的梦 是否实际的能够实现呢 虽然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但也是要看 是否实际哦 然后就是 生命的美好呢 是时候去庆祝一下了 为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感到开心吧 多久没有跟对方一起庆祝呢 不管有多小的事情 都可以去庆祝一番哦 再看 告诉自己哦 只要采取行动呢 那么就全力以赴的 去把它完成哦 要做到最好哦 要码就不做 要做就最好的 看这个签文 抽一张 看一下整体的建议 可以选到第三组 一起来看是什么呢 整体的建议 可以选到第三组的里 好了 九十六 持千福德显现之相 凡事 营业吉利 飞黄腾达 尽在眼前 若是常年行善之人 上天自然会给予庇佑 祝你事事如愿 平日多做三世 广结善缘 持之以横去奋斗 必有成功之热 所以算是好的吧 就是劝你就是 对他人好 对对方好 对方也会对你好哦 好了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三组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的愿望 梦想 更早的能够实现达成的 接下来有很多喜事 可以庆祝哦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